今天邦尼带来的是ASUS 一个比较特别的产品线开箱 也就是一般玩家可能比较少接触到的PRO R 系列桌机 PRO R 系列算是ASUS 面对专业用户以及创作者所推出的一个产品线 整体的商用属性会再更高一些 邦尼这一次开箱的是PRO STATION 系列当中的PT5 桌机 虽然说这个时间点带大家来看PT5 是有一点晚 不过邦尼自己其实也蛮好奇PRO R 系列桌机的体验 尤其是作为不是面向主流消费者和玩家的系列 PRO R 系列一直都有一种神秘的感觉 整体的产品设计也蛮有趣的 那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我们还是先从外观设计看起 这一次的PRO R STATION PD5 在整体的外观设计上 还是比较现代简约的 并且透过许多曲面和线条的过渡 连接起整个机身设计 搭配上正面左上角的PRO R 金标 放在工作环境还是蛮舒服的外观设计 不过PT5 这一次在外观设计上 有几个邦尼认为蛮实用的小巧思 首先是前后更加凸起的上盖设计 除了让外观不会显得过于工整无聊 更有着可以当成提把的属性 毕竟大家也知道 这些工具就是时常会被搬来搬去 尤其PT5 的这个体积 就有让你可以搬弄的属性 在片场 这个体积如果要移动也会更弹性一些 另一个则是 PT5 的电源键拥有锁定防务处的功能 简单来说就是在电源按钮上 华硕设计了一个锁定按钮的实体开关 当你把它推到锁定的情况下 电源按键就会完全无法按压 这在创作设计的工作环境真的是非常实用 无论是不小心被同事误触 或是有时候想说稍微移一下位置 就是这么刚好一定会碰到电源键 这个功能真的可以适时的保住你的努力 邦尼现在也很习惯开机后就直接锁定它 真的建议所有机壳都能标配 尤其是家里有小朋友 有猫有宠物 真的用过就回不去了 还有一个邦尼认为对于创作者来说蛮贴心的功能 就是渲染完成时的通知提醒 这一个功能会需要连结微软的企业版Teams 来使用 照着步骤设定完成后 系统就会自动监控创作软体的输出状况 像是PRAE Blender 等等 以Premiere Pro 为例 当你按下监控之后 只要你在PR 中开始输出 你设定的Teams 群组就会收到一则讯息 提示你开始输出了 而当你输出完成的时候 Teams 也会跳出提醒告诉你 并且截图电脑上的画面传到群组 你就可以马上看到完成 如此一来你就不用一直走到电脑面前检查输出进度 如果输出失败的话也会跳出通知和截图 输出就是所有创作者的最后一个步骤 有时候好不容易完成一个专案 大专案的输出时间又很长 你就可以不用坐在电脑面前等输出 有时候真的会越等越焦虑 帮你期待未来可以透过更多平台来接受通知 或是可以定期推送进度等等 像是透过App、Mail等等的形式 但其实Teams 的设定也蛮简单的 如果是公司群组 也可以让团队的每个人都看到输出的进度 值得一提的是灯效设计 没错 这一次的Pro R Station PD5 在前面版当中 也有着两条LumiWiz LED 指示灯的设计 你可以在Pro R Creator Hub 当中 自定这两个灯条的显示颜色 像是你可以设定成CPU 和GPU 的负载程度 灯效就会根据系统负载显示灯条的长度 比较值得一提的是 当你完成输出的时候 灯条就会变成金色的 反而有种莫名的仪式感 而在系统上 这一次的Pro R Station PD5 也符合Win 11 的硬体需求 出厂时就已经安装了Win 11 的专业版 而在接孔配置上 前面有3.5mm 的耳机接孔 一个Type-C 两个USB-A 以及创作者必备的SD 读卡机 背面则是有经典的PS2 接孔 一个版上HDMI 1.4 两个DP 接孔 六个USB-A 其中四个是USB 3.2 Gen 1 两个USB 2.0 接着是RG45 网路接孔 以及三个音讯接孔 这一次的显卡则是有两种规格可以选择 分别是NVIDIA GeForce RTX 3070 或是RTS A2000 在接孔上配置3个DP 加一个HDMI 接孔 当然连接萤幕的时候 记得要接在显卡的接孔上 此外 这一次在盒装内也随附了键盘跟滑鼠 键盘的手感是偏软的薄膜 滑鼠则是比较扁平的设计 回馈算清脆 接着我们就直接来看 内部的硬体配置吧 既然说是面对专业用户和创作者 PD5 同样提供了大家熟悉的GeForce RTX 3070 以及专业绘图卡RTS A2000 两个版本 主要还是依照你的创作需求进行选择 以一般的影音影像创作来说 像是Premiere Pro Photoshop 这类软体 目前在NVIDIA 的产品线和软体支援上 GeForce RTX 3070 系列的显卡会更加泛用一些 在各式软体的硬体加速支援下 也可以安装NVIDIA 针对创作者所推出的 NVIDIA Studio 版本驱动 偶尔玩完游戏也没有问题 可以切换成GameReady 的驱动 若是比较专业的3D 4D 绘图需求 就可以选择专业工作定位的卡 接着我们往下看 PD5 大约是去年底到今年初正式登场的产品 所以在规格上采用的是当时最新的 第11 代 Intel Core i9 处理器 而这一次邦尼实测的是搭配RTS 3070 的版本 既然采用的是30 系列的显卡 所以这一次在专业性能上 邦尼会更加专注在散热以及影像剪辑软体的测试 在硬体规格上 简单来说就是第11 代桌机的配置 大家应该都比较熟悉了 邦尼就比较快速地带大家看一下内部比较细节的硬体选择 首先是主机版 采用的是B560 的晶片组 CPU 搭配的是Intel Core i9-11900 记忆体有四个插槽 插满最大可以支援 128GB 的 RAM 预装的是两条 16GB DDR4 3200 组成 32GB GPU 则是采用RGS 3070 板上有两个M.2 2280 的插槽 一个在显卡上 一个在显卡下 整体的设计虽然紧凑 但两个都有漏出来安装会比较方便一点 最高支援 PCIe 4.0 不过稍微可惜的是 预装的是一条美光的 2210 ETB SSD 实测循序读取速度 大约就落在官方标示的 2200MBps 左右 写入则是 1930MBps 有更高更大需求的话 可能就需要再自行替换了 供电上 PD5 搭配的是 700W 的铜牌 采用半模组设计 盒装内也有随附电源线材 另一侧还有两个 3.5 吋的硬碟空间 上面这一个则是免工具重的安装的设计 在基本的效能上 邦尼也先提供所有的基础跑分测试供大家参考 散热部分 Pro-R Station PD5 是风冷的组合 采用上下两层的分舱风道设计 上半部就是前进后出 下半部则是透过侧边的Pro-R Logo 开孔进气 一样是向后排气 而在散热模式调整上 你一样可以直接在系统中找到Pro-R系列的控制中心 Pro-R Creator Hub 对应的就是ROG 系列的Armory Crate 不过在功能上目前相对单纯一点 在设定中可以看到这一次的PD5 共有三档的散热模式 分别是平衡模式 效能模式以及全速模式 在平衡模式下 PD5 是非常非常安静的 基本上风扇就是低速运作 不太容易听到风扇的声音 不过当然待机的温度就会比较高一点 比较特别的是全速模式 这个模式非常适合拿来输出或是渲染 大家都知道 在输出大型创作专案的时候 电脑的温度都会来得非常的高 而全速运转模式 则可以将机身上所有的风扇转速都拉到最高 保持硬体散热充足 让输出更加的稳定 不过相对的在全速模式下 风扇的声音也会跟着起飞 邦尼实测音量大约落在70分贝左右 测热表现真的不错 但音量真的也蛮大声的 比较适合有独立输出空间 或是一些比较极端的工作场景来使用 例如在室外或是专业的片场就蛮适合使用的 接着 邦尼也直接透过3DMark TypeSpy 20 轮的压力测试 带大家来看一下 PD5 在每个模式下的散热表现差异 首先是在平衡模式下 20 轮的CPU 温度平均落在了75 度 GPU 则进一步来到了85 度左右 实际测量机身温度 最高温落在了显卡的区域 温度也来到了最高62 度 效能也会稳定地跑在60 帧上面 而在高效能模式当中 画面FPS 则会进一步被解放 并且温度还更低 CPU 温度降低至平均70 度上下 GPU 则是80 度 两者都降低了5 度左右 在这个模式下 风扇的音量其实也不算大 专制效能和体验最均衡的设定 而若是进一步来到全速模式 CPU 和 GPU 的温度都非常有感的降低 CPU 平均只有55 度 GPU 则是落在了60 度 相较起平衡模式 核心温度都降低了大约20 度 效能一样是完整解放 稳定度也提升至99% 实际测量机身温度 刚才最高温的显卡位置 也从最高温62 度降到了34 度 比体温还低了 上部的风扇则维持40 度左右 整体来说 极速模式下的散热表现是真的激进 但老实说也是真的很有效 看完了压力测试 接着我们就直接进入邦尼更加专注的专业效能实测 首先是创作需求的测试 邦尼将会带来更加重度的 Premiere Pro 以及 After Effects 两套主流剪辑动画软体实测 一样采用 NVIDIA Studio 创作者版本的驱动程式 首先是比较轻度 针对一般用户在 4K 剪辑需求下的测试 采用的是总长 10 分钟的 4K 原片 并且经过简单的调色以及混音 最后进行 4K 的输出 邦尼的一般剪辑测试当中 PD5 在平衡模式下的结果为 198 秒 只花了原片不到三分之一的时间 极速模式下稍微快了两秒 主要是一般 4K 剪辑对 PD5 来说还算是游刃有余的场景 所以模式间的差异会比较小一些 接着我们实测重度剪辑 会以邦尼这类高效能需求的使用情境出发 除了有大量的 4K 原片外 我们也透过 Dynamic Link 进行总长 15 分钟左右的全 4K 素材输出 这段测试会是非常重度的效能需求 模拟的是更加进阶的大型专案 而在邦尼更加重度的输出测试中 PD5 在两个模式中的差异达到了 6% 可以从结果上看到 对于这种更加重度负载的输出场景 系统本身是否维持良快 差异也会来得更加明显 整体来说 如果是一般的 4K 剪辑需求 PD5 的表现是游刃有余的 基本上不用太担心 而在更加重度的 AE 动画场景中 RTS 3070 的效能输出也是比较稳定的 算是目前蛮均衡的一张显卡 也可以很好的应付显卡加速的场景 在邦尼的输出测试当中 基本上都能够吃满效能 对于大部分的 4K 专案来说 应该都已经蛮够用了 最后邦尼也实测影像编辑上的表现 在影像软体部分 基本上不用太担心 PD5 的效能 在 UL Perseon 的测试当中 这是一套可以测试各种影像影音工具表现的软体 在 Photoshop 和 Lightroom 的测试当中 PD5 拿下了 7409 分 Premiere Pro 则是 6188 分 用一句话来说的话 影像软体都不是问题 4K 剪辑很够用了 接下来虽然 ProArt 系列比较专注在创作需求上 不过这一次搭载的硬体 日常休闲玩个游戏也是没有问题的 以下邦尼也提供一些实测结果供大家参考 首先是古墓奇兵暗影 在 4K 极高画质下可以达到平均 62 震 DLSS ON 则是可以达到 110FPS 4K 高画质下这都是破百震的表现 一般游玩都没有太大的问题 而在效能测试软体 Cyberpunk 2077 当中 2K 极高光追画质下 平均 21FPS 左右 DLSS ON 则是可以来到 47FPS 在中光追下 DLSS ON 则是可以达到 54FPS 左右 大概就是在 60FPS 的边缘 如果追求流畅的话 2K 极高画质会是比较好的选择 平均落在 60FPS 左右 DLSS ON 则是来到 80FPS 整体来说 PD5 的表现 大概就是 Full HD 游戏流畅 顺顺玩没有问题 2K 光追下 还是建议要开启 DLSS 会是更好的选择 顺带一提 ProStation PD5 也支援 Wi-Fi 6 网卡采用的是联发科的 MT7921 好啦 节目也来到了尾声 整体来说这一次 PD5 最印象深刻的 还是一系列的贴心设计 包括免工具抽换硬碟 输出提醒功能 锁定电源键 以及在片场很实用的机身提把设计 并且在 PD5 不大的机身当中 也还是有一定的扩充空间 算是在体积和实用性上达到一个平衡 尤其是这一个体积 就是让你有机会在创作环境中 有了搬来搬去的可能 而在效能上 整体的规格也开得比较足 邦尼手上的 RTX 3070 版本 基本上应付 4K 已经创作是没有问题的 影像软体就更不用多说 是非常流畅的 除非有更高的动画需求 而若是 3D 4D 的用户 也有 RTX A2000 的版本可以选择 整体比较可惜的地方 是邦尼认为随附的硬点 应该可以再更快一点 期待的地方 是可能之后 ProR 系列 也可以考虑水冷的创作机种 应该也会蛮实用蛮酷的 好啦 本集节目邦尼快速的带大家来看 有点神秘的 ProR 系列桌机 如果有任何问题 或是邦尼没说到的 欢迎底下留言一起讨论啦 如果喜欢本集的节目 不要忘记订阅邦尼帮你 并且打开小铃铛 及时的收到最新的评测通知 当然 你也可以在Facebook Instagram 找到我们 如果还有其他问题 别忘了底下留言 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咯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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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一会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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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